今天我們嘗試討論四念柱 大四念柱是種真念的基礎 這四念柱是很出名的 大部分常修者都說他們在修是根據 四念柱來修習 是根據四念柱來修習 我們也可以說 你有任何的修行方式是離開四念柱的 因此呢 你所修的任何方法為了體征涅槃的話 都是在修習十念柱 在十念柱的修習裡 一詞能夠一詞 他在新手一出升起 但是真念的所緣將會有四種 一所緣分類就有四種念柱 要培育起真念柱地 要培育起真念柱地 這四種目標為所緣 這四種所緣是哪四種呢 有四年柱 有四年柱 有四種水念 有四種水念 生水念 受水念 心水念 和法水念 什麼是身水念 什麼是身水念 是辨識這個身體 一身而關身 收呢 一收 關收 心 一心 以心來關心 法呢 依法 來 隨關法 昨天晚上 我們已經解說 什麼是觀禪的休息 觀禪是什麼呢 第一是要辨識色法 第二辨識靈法 第三呢 能夠辨識因果關係 第四 要辨識這些靈法 色法 因果的生命 進而 省事無常苦 無無 因此呢 這絲 是 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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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ün 此 提方 辨識色法 辨識色法 辨識色法呢 歸類在身水念 你辨識色法呢 歸類在身水念 面诸的分类呢,可以分类为四种水光 它们是名法可以分为53种元素 首先取其中一种元素 瘦来修瘦水念 另外一个元素呢 那53种心理元素呢 扣除这两种元素 或者是名法 剩下51种名法或者是元素 所以一些名法称为法水念 那针对因果关系如何去鞭食呢 如果您在编食色法生起的因 那这将是生水念 在编食色法生起的因 那这将是生水念 如果你去编食名法生起的因 它被归类在 手水念、心水念和法水念 那针对观察里面的生灭 如果您去编食这一些色法的生灭 它就在生水念的范畴 但是如果您是编食名法的生灭 它就被归类在 受水念、心水念和法水念 因此 上次我们提到编食色法、明法 观察他们的生灭 和生死无常苦无我 在这四类功课里边 跟思念处的功课是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它的分类差别罢了 分类差别罢了 〔遊覓男人之kä》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其中间解说 什么是生水念、疑伸液观身 现在我们先解说 如果你的心安住在这个身体上 你应该理解它为色法 以色法来了解 以色来观察这色法 而不是去辨识它为我 我的如此修习 这是深水念 在《大念珠经》提到 什么是深念珠呢?深水念呢? 你得提到第一步是露出洗念 就像现在老师教导大家的 露出洗念可以是止禅也可以是观禅的休息 为什么呢? 因为露出洗是色法的组合 所谓的身是一种组合 比方我们身体有脚有头 这些身体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才是身体才是身 所以身 以此类推 总共有三十二种身份 组合在一起 才叫做 Gaya 身体的身 徒建议 这是 你们要做 那种 人 就是 有 争 人 和 1 2 3 5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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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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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9 聚集而成 以着聚集意 所以也可以称为 Gaya 身 在入处洗念的教导里边 我都用这个字 Sapagaya Pari-sanvadi 全身洗 或是Gaya Sanggara 身行 用身Gaya这个字眼 来形容气息 是因为这个气息是一种组合体 是一个聚集的结果 感谢观看 因此 如果你要修习止禅的话 气息你只做一维气息罢了 而且是在彼端这个范围 但是如果你要修学观禅的话 以此气息 你要去辨识到这九种色法 不只是在彼端这个地方的气息 整个身体 只要有气息的 从比方腹部到壁口 其实都要去辨识 从比方腹部到壁口 其实都要去辨识 所以 所以七席,这个是属于生水念的范畴 根据大念珠境的教法是如此分类的 生念珠的范畴,还有去辨识这九种色法,其实九种色法的生灭 这个色法,九种色法,因的生灭,都是属于生水念,生念珠的范畴 谢谢大家 每方要知道头发有多少种色法 脾衣有多少种色法,在尽道论就有这种教法呢 身体任何一个部分 你都需要去了知有多少种色法组成 如此 有多少种色法存在于这部分 过后呢,当辨识完毕,你就应该了知 色法只是纯粹色法 没有我,没有我的,其实是内外也是如此修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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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则RAKANA 独特的特项 或者是个别的特项 或者是知相 像这是什么呢 比方地,这个色法有因的特项 水呢,是流动连结 出是接触的特相 这些叫做 独特的特相 或者是特相 或者是自相 也许作为产修的一些自信 自信老师可以说 自相是什么呢 地方我们这边有很多人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性格 性质 这些就像自相 另外一个特相 是 就像独觉佛的 也可以像是四肢 独特的特相 跟别的法不一样的 比方 这边有很多人 有些是男 有些是女 男跟女是不一样的 女跟男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特相叫做 独有的特相 也是自相 同样的 设法跟明法是差别 明法跟设法也有差别 如果我们根据五蕴的 说法呢 设韵跟受想行 使韵不一样 受韵跟设韵 想韵行韵 使韵也不一样 依据自己的特相来分组 称之为 Pachika Lakana 就是独自的特相 Lakana Lak Lakana Laka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此呢 佛陀有时说法 把一切经家分为零色法 有时候分为五蕴法 那四念处的修法呢 是一四类的分法 因此呢 佛陀甚至有分类成十二种类别 就是十二处 依不同的分类 我们以此来 辨识它的特项 也就是 这一组分成 分类过后的组别特项 跟其他组我们要界定 界分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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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因此呢 针对四念珠 佛陀把现象分成四类 分成四类 分成四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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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如果我们做 Bachika Lakana 独有的特项 色法 跟瘦相形式 深 色 是深 跟瘦心法不一样 色 是什么 独特的特项呢 色法 有 变异 的特项 变异 而且是 是不依自己的医院 而变异的 身体冷热 身体会变 好坏 身体还跟着变 这种变异是随 随 随机的 比方 蚊子定我们身体 身体也随着变 看到这随机的变化 我们就 能够标记 色 色 也就是随机变异的 所以 因此 不会去标记 这是我 好 是的 好 对 是的 好 是的 非常 是的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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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其他人的色法变化 比如说他头发变白 牙齿掉落 皮肤变皱 这是没有问题 可以接受 自己也不会担心 但是如果这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如此变化的话 那时候就会感到很悲伤 那无论什么色法都好 内 外 远 肌 微 细微 粗显 优等 烈等 这些都是色法 也就是具备变化 水迹变化的特性 以此智慧去观察 就是以色观色 当然 大ati 因此在大念诸境 很明显的解释 开始的时候是止禅 就是入出息 入出息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是深水念 根据大念诸境的解说 也就是在义住 取义住 休息入出息念 可以提振到禅 入出息念 这个夜处 可以提振到出禅 可以提振到禅 二禅三禅 还是到四禅 那怎么提振 一次提升长呢 老师减要减缩 比方大家能够注意气息 长时间保持注意气息 几乎没做 两个小时如此 注意气息 渐渐的 就可以看到光开始出现 开始的时候 也许看到香烟雾 就可以看到光开始出现 开始的时候 也许看到香烟雾 渐渐的 它变得越来越清晰 变得白色 然后就变得更明亮 那时候你的心 就可以融入这个光 那时候就不知道 所有的一切 只知道这个光 作为气息 来知道这个光 心融进炎 就是这样的光 然后就说 一切都不解释 得不容易 就像传炎 一切都不解释 ,第二次的光 是一切都不解释 但是你演绍炎 都是一切都不解释 所以你演绍炎 通过如此融入 你自动的就体振了出场 体振出场过 然后进一步休息出场的五自在 那到这个阶段呢 你就需要有老师的引导 来学习如何休息五自在 那休息了五自在过后呢 就可以进一步休息二禅 要学习怎么进入二禅 再学习五自在 在经过后才进入第三禅 那二禅休息五自在过后 那时候是需要花时间的 比如说在一个禅哪 学习休息四天左右 学习休息四天左右 才进阶到另外一个禅哪 你就可以进一步休息三禅 四禅 四禅呢 是止禅的最高阶段 入处四年禅的最高阶段 那时候如果你想要进一步 进阅观禅 是可以转修观禅的 是色法 过后第二步骤 便是明法 但是针对有禅哪的禅修者来说 他可以先从明法开始修 或者是可以从色法开始修观禅 他有这两种下手的选择 对一般来说 先从色法开始修 才转去明法 但是针对已经修习过禅哪的禅修者 他已经在修止禅的时候 已经辨识到禅哪的禅修者 他已经在修止禅的时候 已经辨识到禅哪 禅之 这些是新锁 所以对于这种禅修者来说 如果他要从新锁开始辨识 他可以如此来修 先辨识明法 再转修色法 色法就是这些明法生起的益处 他的基础 就像这样 你知道这张桌子 你可以知道桌子上有什么东西 同样的 如果你知道这些桌子上的电脑 画等等 你也知道这张桌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桌子上面 桌子就像他的基础 他的基地 同样的 如果知道他的明法的话 你就知道明法生起的基地 就是色法 同样的 那你知道色法 你也知道这个色法生起的明法 所以这两方面是可以交替表知的 他会有什么不需要的 他会有什么不需要的 所以 如果他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如果大家可以交替表情 这个方式可以进一步修观色法明法 之后《大念书经》里面又继续提到 什么的呀 随观及随观念 随观生即灭 这些步骤是阐释区变使这些色法明法的因 也由于这个原因 你需要先探讨 找出色法身体的因 灵法身体的因 身体的因 灵法身体的因 那一段时间来看 那一些目标的因 从中的食物流出现 满足远 这些日子 能继续提到 dhojka dha dha 因此,水关机 ,水关灭,水关机灭 的意思也是去看到 《生》,声不出扬 即就是 operate. 声的意思 保持,傻中的意思,枸死灭 自 configureρού 那样是起而灭,所以也要看到这些色法灵法的生灭,和它的因的生灭 要看到这些法的生灭,基本上是要让长修者知道法的生灭 要详细地知道色法灵法,取了知色法灵法,主要是让长修者知道它的生灭无我,无常苦我的特项 要知道因果关系,为什么要了解它的身体的因呢? 因为有一些血见,什么血见?他们认为这个身体的确是无常的,但是灵魂确实在外在 这个灵魂呢,因此创造这个身体,所以身体的因,以这些血见者认为 这是外在的因,比方创造主作为因 那作为真间呢?没有所谓的创造主,只有因导致果 通过看到正确的因,我们可以驱除创造主这种邪见 这是让长修者了解,尤其是了解无我 请观看 比方另外一个例子 身体 其中一个因是食物 比方如果我们不吃 这个身体就会慢慢的衰弱 而且不能长时间维持下去 因此没有人能够创造这个身体 维持下去 如果我们不吃 它会衰弱 通过食物的摄受 我们可以维持这个身体 所以食物是其中一种因 因此我们不会认为 食物是创造主 因此没有一个在高高在山的创造主来创造一切 我们有因但是却没有所谓的创造主 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这个食物 而是在城牌的创造主 它会有什么用的 这是在城牌的创造主 我还是在城牌的创造主 所以我们会在城牌的创造主 所以产修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应用。 因果连结关系,比方在胃里面的食物,怎么影响我们的身体,尝试以此来观察它的因果关系,以此我们就能够理解这把身体的因。 有些因是很靠,但是有一些因是很远的,因果关系是很远的,比如说叶和果报的心情是远的。 要看到这些因果连结关系,尤其是远的因果一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心的威力,而且心的定力,而且要有系统修习的方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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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我们可以详细的学习 比方眼睛,一个眼泪,是什么因生起 身体,任何一个部分 比方眼泪,是什么因生起的 它有两个因,一个是心生的 一个是世界生的 有心生和世界生的眼泪 有时候有些眼泪是心生起 有些是环境,也就是世界生起的 是环境,有些人的心生起 我们可以详细的心生起 我们来详细的心生起 我们详细的心生起 另外,我们详细的心生起 我们详细的心生起 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从轻易道路里边学习到比方头发生起的音 在常修制的时候,也许有很多口水出现 那它的音生起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去控制好,不会有太多的口水出现 我们也不是尝试去探讨所有的音,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样 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某一些程度的因果关系,以便足够让我们体振胜 所以,我看到你会发生的音乐 所以,我看到你会发生的音乐 因此看到生灭,我们可以了解是无常的 在详细的区域辨识到设法明法的因果 这无我的特性,我们可以了解是无常的 在详细的区域辨识到设法明法的因果 这无我的特性就会更明显 那正对苦的这个香应该如何呢 这类苦的几刷是 被生灭所逼迫 如果一些现象是生灭的 它就是苦的 它就是苦的 因自己的知又自己的学习 你可以看到生命中很多的苦 其实录出席也是 也是很多苦的 在禅秀报告的时候 你就听到很多苦 我的气息很粗显 我的气息消失等等 我的鼻孔堵塞 我们不能呼吸 气息跟心脏跳一起发生 所以会发现 我们身体没有一个部分 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有身体哪一个部分 有任何部分是安全可靠的吗 有很多的专家 比如说眼的专家 耳的专家 笔的专家 专家 它能够提出很多这些器官的问题 但却无止没有所谓的止境 没有尽头 这些专家 学习只是某一个身体的部分 但是问题却还没有尽头 还在寻找着他的问题 因此有人说学习到了专科过后 专科医生过后 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学习也多 他还发生 针对这些各种问题 还没有这些问题 可以去行思 这次就是苦了 也可以依此行思 此时苦 此时苦 如果你能够理解 所谓的这些无常苦无我 你就懂得放舍去 不会执着这些现象 因此你就可以辨识 设法 不是我 不是我的 因此你应该如此编识内外 在单年注尽里边还提到 所以不只是要编识内 所以外的也是要去编识 因此呢 因此呢 如果你能够如此编识 这会发生什么效应呢 在 在 如此 当年注尽提到 如此编识 它将会 无一分处 也就是 你不再依赖 世间的任何东西了 让人 Hmm 跟这象 荺 一之间无所 一而主 不会执着任何事件的一切 这是达年初纪的一句话 不止世界一切 是世界的一切 指的是已经体征阿拉罕了 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阿拉罕的心 它已经完全的解脱 不再依赖事件的一切 因此 这是入出洗念的休息 在大念诸经里面 大念诸经的依注解说如出洗念 它是归类哉 Gaya Nupasana 水观身 从气息的专注开始 气息是身体的一部分 气息不是念注 它像是子禅 其实在大念诸经里面提到 这是大念诸经第一步的修法 它很清晰的解说 长息短息全息而平静气息 所以它是念注 也是生念注 水观身 它是子禅 也是观禅 在这种方式的地道 它是想法 过来 有一个人 这个人 在这种方式 很有问题 它不是 阿尔 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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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塔列祝金 另外一个奖品是 位移入明觉 也就是身体的位移 站着的时候你知道 站走的时候知道走 吃的时候知道吃 去在这些位移中 去依色法来观色法 有些人说这个身体的动作 是大念珠 里面提的圣念珠的修法 这是身跟心的动作 他身心在这动作中的 联关的关心要去辨识 对初学者来说 要如此辨识不容易 首先关身体 再关心 然后再去连接身心的关心 当年主题第三部分是参半端药 真知的葬节 这是针对比较细微的活动 比如说伸展伸手 伸趋自己的手 吃饭的手 吃多的手 这也是身体的动作 在身体的动作上去辨识 所以也因此 归纳在生年柱的范围 这是针对比较 大人的范围 在这里 我会把你所谓的 我会把你所谓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把你所谓的 你所谓的 我会把你所谓的 我会把你所谓的 这种情况下 我会把你所谓的 比方当我们展开自己的手 这是身心的有身心的连接关系 作为初学者呢 可以一步一步一步来观察 为了训练 你可以先开始辨识这个设法 够了解这个名法 够尝试去了解这个名法 设法之间的连接关系 如果分部把它分成小部分 主次主部名法 够尝试去了解这个名法 设法之间的连接关系 如果分部把它分成小部分 主次主部的来辨识 就可以看到这些关系 我不要懂得在这些课法 而且你会认为这个名法 那么我可以认为这个名法 所以你会认为这个名法 是的 这些是这个名法 它的因都是生灭的,在行思无常苦悟了 也是Kaya Katasati,深知念的章节 然后这个才是不净观的修法 焉悟想的修法 那深知念是尝试看三十二身份 三十二身份,大家也许知道,法毛、爪齿、皮 等等,总共三十二个身体的部分去辨识 首先先学习这些身体的部分 存在于身体哪里 它的尺寸在哪里 过后在心中做标志 然后组个身份去观察 深知念留着修行每个 观察每个身份,你可以提振 一直提振到粗产 过后呢,进一步 要辨识设法、名法 它的因果,看到生灭,甚至无常过我 在下一个章节是九种粉茶观 需要去观察九种 尸体的状态 首先先培养 定力 再观察尸体 先培养 定力 再观察尸体 通过观察尸体 的不净 焉悟下 可以体征出场 有了出场过后 参修者可以进一步 去辨识色法、名法、因果 看到去辨识生灭 这也是从 尸体来开始休息 所以也是生 所以是归立在生水面 在下一个章节 是 身体呢 是由四大所组成 通过辨识四大世界差别观 虽然不能体征 长纳 但是可以体征 精醒定 一精醒定 想修者 再可以 进一步辨识 其他的色法 再转修名法 再去 观察他的因果 看生灭 他也是从四大世界开始辨识 所以是生 所以归立在生念著 有些人 他 有些人 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去专注身体 因此呢 大家可以休息这世界差别观 比方这边的长修者 如果想要休息世界的话 可以休息 那明天呢 老师将会讲解什么 如果休息时间差别观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一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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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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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26种色法 那另外一种色法是男性跟一个女性跟 所以一个人就有27种色法 在修观察 一些长期者可以先从色法开始 一些从明法开始 哪一个比较容易呢 对产纳的长修者 他可以从明法开始 也可以从色法开始观 通常我们是先教导色法 但是他可以 这类长修者可以修两种 任何种开始 针对老师讲的 Vicesa Nakana 这个 个别的 Vicesa Vicesa Nakana 和Pachika Nakana 独自的相 独自的相 是一分类 成不同组 一组跟另外一组的差别 所以 以此 认为Pachika 独自的 那是 Desana Vinas of the good health 那是 Desana Vinas of the good health 所以 Te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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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Tesana Tesana